再來關心疫情 臺灣今天新增4例的境外移入 確診個案 分別是來自菲律賓和印尼 四個人都是在檢疫期滿之後 而確診 由於最近境外個案 都是持陰性報告入境 隔離檢疫期滿之後 採檢又確診 此外呢 菲律賓的確診個案 也出現了同樣情況 並持續的增加 將來菲律賓會不會比照 這個印尼模式呢 指揮中心今天強調 暫時不會 國際新冠疫情拉緊報 臺灣14號再度新增4例的 境外移入確診個案 分別是2例菲律賓個案 以及2例的印尼個案 新增的案738到案741 全部都是14天 檢疫期滿之後採檢確診 其中案740是一名來自印尼籍的 二十多歲男性漁工 因為雇主集合搭車的時候 沒有依照規定戴口罩 因此匡列同車9名的接觸者 通通列管居家隔離 目前所有匡列者都沒有症狀 不過最近來自菲律賓的境外 確診個案雖然都有三天的 陰性檢驗報告 但隔離期滿後又採檢確診 會不會將菲律賓加強控管 避照印尼模式指揮中心這樣說 指揮中心表示新增的4例確診 CD值都在31以上 研判感染的時間比較早 才會有10英10陽的狀況 幾乎沒有傳染力 不過因為醫工多數都是要照顧老人 病患等等高危險群眾 因此也會高規格處理 也呼籲目前台灣防疫有成 民眾無需過度緊張 華視新聞 萬善林志淳 台北蔡博兜 消毒 卡